喂喂喂同學 上課囉上課囉 我講一下 這個 你們會需要來跟我接觸的幾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成績的部分 那成績部分 剛剛教授應該是我說 就是分配是 二十二十三十三十 那另外還有一點是 我會有這個點名 那點名的話都是在 每次上課的第一節下課 做點名 然後如果沒有來一次就是 扣總成績的三分 所以很重 那教授應該是威脅你們說 三次沒來就把你們當掉 應該是不會啦 但是你們就是要來點 不然的話就是直接扣分 那再來是 剛剛講 作業的部分 那 作業你們寫完之後 你們要用 FTV的方式上傳到 上傳上來 然後 基本上你們就是照著 我們這樣給的資訊去打進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們沒用過 你就去下載這個 沒有用過FTV 你就快快去下載這個 Valzilla的Client 去用 好 那 作業的部分 有幾個點要拜託你們 一定要遵守一下 那第一個是說 你們的檔案一定要壓縮 然後 呃 拜託壓LIF檔 那 然後再來另外一件事情是 你們的 呃 檔案 請 就是先轉成PDF的方式 然後包在那個壓縮檔裡面 然後 要記得要附上你們的code 然後 呃 作業的話 作業是如果你遲交 我就會以八折來打 那 這個八折你們可以像超 就是說 你們可能有一次作業 呃 寫得很爛 然後可能 六十幾分 然後你們可以事後 就是再交一個完整一點的 然後我們就算 遲交分數 就拿八十分這樣子 好 然後 然後 基本上是不太會做作弊 但是 不要太明顯 不要報告太明顯 好 上學期就有報告做得太明顯 程式就算了 好 那 Homework Homework 老師還沒那個 還沒有定說時間 但是 你們都可以點進來看 裡面都已經有 呃 有題目 那你們 想寫就先寫 寫完就上傳 好 然後 好 再來是 我們的 Term Project 那 這個Term Project 剛剛教授 剛剛教授有說嗎 沒有說 完全都沒有說 沒有 好 就是 你們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說 你們可能自己有在做的研究 或是 專題是跟CV有關的 那你們就把那個東西的進度 然後來跟教授報告 然後在整個學期都是不斷的一直在跟教授更新進度 那這件事情就可以當做你們的Term Project 那如果你們沒有這件事情的話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你們要去報比賽 那比賽 你們可以從 呃 從 從 Kaggle 或是 CodaLab 或是 AIDEA上面 呃 去去找 那 我會 我會很建議你們就是去 Kaggle上面看 那 他 教授要求的比賽 他必須是要在 在進行中的比賽 然後他的分數 分數 教授說 他會依照 你們的 呃 在這個 WALK裡面的貢獻 然後跟 排名混搭 算個分數 對 他說的啊 然後 那現在 在Kaggle上面現在看起來是 呃 比賽比較少 但他應該會在 3月多的時候 會再釋放一些比賽出來 那 這個比賽 為什麼我會建議你們用他 你們直接去 你們點進來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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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裡面就是非常多的寶物 這樣子點進來 OK 就有程式了 所以你們只要全部要 Copy一份 然後呢 做點修改 然後只要比他好一點點 然後在排名上去分數 就不會太難看 然後呢 對 就過了 對 而且 而且他這個比賽 教授 講的這個 呃 你這個 Ten Project的方式 你沒有說 你一定要做到 學期末 像這個比賽 這個比較趕啊 是有點不太可能 但你們要是 夠強大啊 我是隨便你們 等我一下 好 OK 這個比賽 就是 24天之後 到期 但如果你們有辦法 在這時間內 做完 然後呢 給教授看 他 就OK了 然後他就幫你們評分 所以你們可能 可能 在一個月之後 就把這個 Ten Project 結束 然後 還有更快的 就是 好像 有個 3月8號的 忘記在哪 好 反正就是這個 好 裡面你們可以去找 那 CodaLab 我這邊有列十個啦 就是我看到說 幾個是在 這個學期 可以去報名的 那 這十個你們就自己回去看就好 那 基本上 這個 呃 我是覺得不要去製造麻煩 這個東西 這個平台 這教授說要 但是這個平台 不會提供程式 然後 Data有時候 標的不太好 你要去報這兩個 其實報這兩個 比較簡單 就是 呃 有些會提供 那 CodaLab這邊 我有列 四個吧 四個都是個 呃 肢體行為的 這個辨識 那他們都 四個都有 都有附那個 Baseline Code 所以你們都可以 建立在上面 然後上去做修改 好 那 目前這邊 有什麼問題 跟10%有關的 10%有關的 可以啊 但是要跟CV有關 就是 就是要跟CV有關 然後比賽就算沒有列上來了 你們只要找到 就是跟CV有關 然後你們也可以 寄信給我 或或教授 問問看 這個 不要去找那個什麼 什麼文字 那個數字 數字的辨識 這個就是 這個就不要 好 教授 好 所以這目前這邊 還有什麼問題 那些 十一條 的 信賽也都可以 都可以當成 challenge 不限於 那三分級嗎 對對對 不限於 對 還有還有問題嗎 那個 不限於但是 我要有那個 成績排名 在那個 六月的 我們期末考案按照學校時間是 六月二十二號禮拜二嘛 下午五點二十到五點二十 在我們105這一間 那六月二十八號之前 我要有一個那個名次 因為 有名次的話 我根據那個名次打不出 好 OK 還有嗎 對 我補充一點 可以組隊嘛對不對 對 但是你們的報告是 分開 組隊可以一起寫 但是 就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說 我比較喜歡一個人一隊 因為你們的聰明才智 把它發揮到盡頭 那我是覺得不大需要兩個人 那如果需要兩個人 三個人也都沒關係 但是 比如說兩個人的話 像我剛剛舉個例子嘛 比如說 如果說一個人他拿第四名的話 對不對 兩個人那一隊拿第二名的話 可能你兩個人這一隊的分數 會比一個人那一隊還差一些 這樣子 就是你們兩個人的話 就要有兩個人的分量跟聰明才智 原創性的貢獻這樣子 OK 好 那 這部分還沒有問題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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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來回來 我們的 Compular Vision 這本課 我們會把 課程上傳 今天有錄影嗎 有 在哪 有 那個 R OK 好 就是 這學習 教授你有提到 哪個學習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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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事實上 有兩個來問 那我猜他們應該有選 那我順便問一下好了 一個是叫做那個 謝俊康 他出來問那個 RR 遠端 謝俊康 還有一個叫做胡思樂 你看他在問線上的課程 胡思樂 兩個 你看請他 就是我們課程都會 會錄影 然後放在YouTube上面 這個是我們的頻道 然後 然後 基本上你們 如果沒有特別請假 或是沒有特別事情的話 你們就是可以來 然後 點名 然後這個是 對 等於說是 如果你們有 有意外啊 或是生病 請假 不能來的 你們可以在家看 對 好 然後 在家看的話 點名的方式 會是 三個笑話 對 就是 我們上課的時候 像我剛剛說 他放了那個什麼 烏雅灰那個有沒有 你就寫說我上課 放了哪些笑話 然後他就當成你的點名 對對對 你就是 你就是那個螢幕截圖 然後把它附上 然後說那個笑話是什麼 OK 然後這三個 你就算點名 但是 但是這件事情是要 你們有合理的請假 的補點 OK 是合理的請假之後的補點 好 那 教授我這邊應該結束了 好 好 那 好 助教得 該講的都講了 那我再放個笑話 你沒有放笑話 對不對 好 就這樣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我們的 PowerPoint來 所以 OK Turn Project的那些 你所有要講的都講了 好好 很好 那我們就繼續來講 OK 那第二個 我們的話 電腦視覺的話 可以用在機器的 這個檢測上面 我們希望能夠快速的把那個零件 它的這個瑕疵把它檢測出來 然後 讓它確保我們的品質 那你可以用那個立體的視覺 然後用特定的這些光源 來量測我們的這個 就是它的容忍度 比如說 飛機上面的翅膀 對對對 說到這個的話 昨天 美國那邊一架聯合航空的 好像328 它的那個 飛機 它從Denver那邊起飛 然後呢 要飛到那個 夏威夷 結果它的那個 右邊的引擎 那個爆炸了 所以呢 那個火 那個 沒辦法熄掉 因為它那個 油一直進去 那 一般來講要熄滅 就是 機長那邊有一個案件 是可以把火熄滅 但是那火熄滅是 噴那個 比如說 類似海龍那種的那個氣體 那當它沒有氧 所以它就會 火 就沒辦法繼續下去 可是它那個 外面的這個 風起來的那個 座子 它已經 爆掉了 所以呢 空氣外面的氧氣一直進來 所以熄滅不掉 幸好 它半個小時之後回來 飛機上都完全都沒有問題 就是那個 200多個乘客 也沒有人受傷 也沒有人死亡之類的 所以呢 那個飛機的翅膀 然後或者是引擎裡面的零件 這些檢測呢 非常重要 我們直接看五下 OK 這個的話呢 是在講說 我們人的視覺系統 很容易的看得出來 比如說 這是一朵花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花 而且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你看 花的這個 它的這個 就是花的花枝本身 那它的話是綠色的 但是呢 跟背景的話 我們人肉眼 很容易的可以把它分辨出來 就是影像分割出來 前景的東西跟背景 那 電腦視覺的話呢 在這種狀況的話呢 就蠻難的 因為它搞不清楚 這個綠到底是屬於花 是屬於東西 還是屬於背景 那像這些的話呢 我們人的視覺上面 還是比較厲害的 那比如說 我們電腦視覺裡面的話呢 比如說 像這裡的話呢 有幾個人 像這個人臉 然後呢 人臉的個數 那我們的話呢 就可以算 那像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一二三四五 五個人 然後呢 另外的話呢 比如說 我們法國 那個巴黎 它的這個聖母院 諾特丹姆 諾特丹姆那邊的話呢 有很多的遊客 那各個遊客的話呢 它所拍攝的影像的角度 是不一樣的 那很多遊客的話呢 會把它的這個 影像呢 PO在那個網路上面 那我們從網路上面 收集的這些 比如說諾特丹姆的 這個 各個角度 甚至於各個不同的位置的 這些影像 那我們可以用三尾的重建方法 把它重建的還蠻完整的 它的表面這些的 三尾的重建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電腦視覺 要做的事情 好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人其實本身有一些 那個錯覺 錯覺的話 意思就是說 大家看齁 這個比較長 還是這個比較長 來 智光 這個比較長 還是這個比較長 一樣長啦 這個你應該看過吧 好啦 就是我幫你啊 這樣子好 OKOK 你做梗給我那個發揮嗎 好 這樣子好 好 對 所以 我們人的確看起來的話 會覺得下面這個比較長 那另外的話 大家注意看 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 哪一個比較黑 來 海青 來 上面的比較黑 看起來上面比較黑 但是事實上是一樣黑的 那個 你如果實際上那個來量的話 它事實上是一樣黑的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有背景 像這個白色的背景 那這邊有陰影 那你會覺得這個比較白 事實上這兩個是一樣的 那我們人的眼睛的話呢 本身也有一些錯覺 像中間這裡 感覺上比較亮 但事實上呢 它並沒有比較亮 你如果注意 那個實際上來量測的話呢 這些紙是一樣的 那另外的話呢 像這個 來 那個冠傑 來 這裡有幾個紅色的叉叉 四個 有四個嘛 那這個還蠻容易看的嘛 那這邊的話呢 有幾個 美大眼睛很難看 對 紅色的叉叉 這個很不容易 所以你東西跟這個背景本身 會有那個很大的關係 我們電腦視覺在處理的時候 好 好 那剛剛講 那個文字的識別 比如說像我們的郵D區號 那0123456789 那台灣的話呢 還蠻好的 因為台灣的話有畫格子 三格 或者是五格 讓你填郵D區號 美國的話呢 的信封 是那個 比較 那個 自由式的嘛 所以他根本不曉得你的郵D區號 比如說 哈佛的話呢 是在 就是波士頓區嘛 我記得他的郵D區號是02138 那 所以他這個02138 到底會出現在哪裡 這個位置 所以呢 那個R比較難 美國的郵D區號 光學的文字識別比較難 那另外這個的話呢 是所謂的time of flight 就是飛行的時間 比如說 那個建築師 他要量那個 這一棟建築物 那我們的話呢 可以用所謂的LIDAR 光打 光打的意思就是說 光 那個R 過去再回來 你量一下他的時間 過去再回來 飛行的時間 time of flight 飛行的時間 那你把那個時間 乘上光速 再除以2 就是你跟這個東西的距離 那所以呢 像我們的話 有那個 在跟 資車會有在合作 就是在做自動駕駛車 那現在自動駕駛車的話呢 像資車會 剛買了一部 那個 三十幾萬 128條的 這一種的那個 光打 那光打的話呢 他 過去再回來 你可以量他的距離 而且也把他的顏色 那個R 可以量下來 所以呢 那個R 在三尾重建的時候 你車子在 比如說在路上走的時候 你那個 需要用到那個高精密度的地圖 那這高精密度的地圖 那這高精密度的地圖呢 因為路邊會有停車 那這個停車的話呢 你現在來的時候 他可能停在這裡 但是呢 別的時候他可能跑掉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種 移動的這種障礙物 要把它清除掉 然後呢 那個R 將來的話 你在真正在開的時候 那個R 可能會有車 可能沒有車 那你要能夠 處理掉 那一些地方 那像這些 就是用光打 然後用三尾的 這樣子來做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是機器 機器的那個 機器手臂 它的這個組裝 比如說像那個 汽車工廠 它的裝備線 很多的話 都是用這個 因為呢 它噴油漆 或者是焊接 它可以焊得比較純 而且比較漂亮 而且噴油漆的厚度 也會比較均勻 而且比較不會有 激那個油漆的 一滴一滴的那種油漆 我們一般在那個 汽車的外表的美麗 就是它的美觀 非常重要 我們不要有那種 一滴一滴的油漆在上面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也有一個同學 是那個叫做公佛城 那他的話呢 也有在幫那個 就是台北醫學大學 他的這個脊椎 然後他的那個 醫師 然後再做 那他基本上來講 他就是說 像我們的脊椎這邊 那他有一個 類似 一個眼睛的一個 那個 那個脊椎的 這個 就是骨骼 然後他的這個 解剖的這個 形狀 那我們的話呢 會有一根 那個 大概四公分的 鑽頭 那後面這邊的話 就會比較粗 那這個 這個四公分的鑽頭的話呢 你這一根的話呢 那個 R稍微斜斜的角度 正好呢 這一根 打進來的話呢 正好在這個地方 那這樣子非常好 那如果說 你的話呢 角度太高的話 那你投影下來的話 那就變成比較短 那比較短的話呢 可能會打到下一層的組織 那或者是說 你打太平的話 那可能就會 那個R變成你的 這個四公分太長 太長的話 那你一打過來的話 那可能會打到這邊的組織 那像這些 那另外的話呢 那另外的話呢 他那個 我們脊椎的話 那個 兩節中間 那個 比如說我們有所謂的C arm 比如說病人 是這樣子躺著 這樣子躺著 這樣子躺著 那這個 他的病人的話呢 前面這邊 有一個台子 然後後面 這邊的話 也有一個台子 是躺平的 我只是因為沒辦法躺平 所以那個 好 那躺平的話呢 他把這一節 正常露空 所以前面一個台子 這邊 一個台子 下面這邊一個台子 他們的話 會有一個C arm 就是好像C的一個 那一個發射器在這裡 那個R接受器在這裡 那這樣子不同的角度這樣拍 那這個的話呢 是脊椎的手術 那這個脊椎手術的話呢 就是剛剛講的 你這一節跟這一節 那所以這邊的話會有一個 類似一個黑線 那這邊也會有黑線 那所以呢 我們希望呢 這一根 鑽頭的話呢 跟這個 黑線這個的話呢 是平行的 換句話說啦 你打的時候呢 你打的時候呢 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低 正好四公分 比如假設就是四公分 打進去 正好在這個圓圈這裡 那而且呢 這個喔 也不要 它的這個線啊 是這樣子嗎 你要跟這個線 是平行的 這樣子平行 不要這樣子 那也不要這樣子 類似這些 就是用X光的方式 來那個 希望用那個機器人 國外有一個機器人 叫做Rosa R-O-S-A Rosa 那那個 台北醫學大學的話 有買 一台的話是五千萬 然後呢 一個病人的話呢 如果用Rosa來開刀的話呢 要 因為是微創手術 所以有它的好處 所以那病的話 要多付大概15萬塊 那到目前為止 大概已經做了100例了 那我們希望呢 我們做出來的系統的話呢 比Rosa更好 那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努力的方向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的話 將來的無忍駕駛車的話呢 可能會是類似這樣子 不過可能那個外面的話呢 它這些東西可能會躲在裡面 不像現在 這樣子通通 露在外面這麼難看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會有光達 那光達其實可能會 會裝四個 這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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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偵測一下有沒有障礙物 或者是有人 那個R躺在地上 或者是那個貓啊 狗啊之類的 躺在地上之類的 所以呢 用光達 另外的話呢 也有彩色的立體的 那個視覺的相機 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感測器 比如說像雷達的那種感測器 像目前的車子大部分都有 比如說你車子要倒車的時候 那它的話呢 會有感測器 那個感測後面 是不是快要撞到了 所以呢 它就會開始 嗶嗶嗶嗶嗶嗶 然後越近的時候 它會嗶得越快 然後聲音越高 那提醒你說 已經快要撞到了 類似這些的 各式各樣的感測器 會非常多 所以呢 那個 那個 電動車 那個是未來的趨勢 那那個 不過 話說回來 那個 電動車 我還蠻討厭它的一個 就是廣告的噱頭 叫做Zero Emission 來 那個Zero Emission 那個 好 那個 駐駕好了 Zero Emission中文是什麼 英文程度不好喔 Zero Emission 他宣稱零排放嘛 那當然你在開的時候 在台北市區開的話 你可以這樣宣稱 是 在開的當下是零排放 但是 你充電的時候 那個電 事實上呢 我們要把它叫做 Power Plant Emission 來 你講一下好了 Power Plant Emission是什麼 發電廠的排放 發電廠的排放 發電廠排放的意思就是說 事實上像 我們台中的那個 燃煤的發電廠 那當然現在的話呢 因為它的那個 排放量 那個 污染比較高 所以現在 想要改成那個 天然氣 那 就算是天然氣一樣 還是會有這些 這些 排放 所以呢 那個 我覺得 政府不見得 需要選邊站 因為政府的話 像GoGoRoad這些的話 有補助 那補助電動車 那電動車 對城市是比較好 但是 對台中的話 就要用費 來發電的 那我覺得這個 也不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 那像 那個 好像是挪威 好像規定 2025年 所有的汽油排放的車都不行 那我是不見得那麼贊成 我對電動車 我覺得 不見得說 開電動車的人 就比較環保 那個 開汽油車的人 就比較不環保 我不認得如此 因為畢竟它是 Power Plan Emission 就是發電廠在排放 那個污染 好 那另外的話呢 是那個 那個 三尾的重建 那我們的話呢 就像剛剛講的 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把我們的這個 三尾的這個 影像 然後呢 三尾的這個物體 把它重建出來 好 我們再放個笑話 來 OK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這邊的話 是另外一個例子 比如說 我們相機在拍的時候 可以接所謂的這個環場 也就是說 那個 我們相機這樣子拍 然後呢 比如說 比如說 你大概那個 30度為一張好了 這樣趴 然後30度為一張 這樣的話 12張下來以後 對不對 那每一張之間的隔壁那裡的話 那都有那個 比如說四分之一重疊好了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合成出一個 那個 360度的全景的這個影像 那這種的話呢 是所謂的環場 環場 Panorama 環場的影像 另外一種的話 那是所謂的環霧 環霧的意思是 東西不動 然後我們相機的話 那這樣子拍拍拍拍拍拍 那個R 360度這樣子 那個R 拍個比如說 30張好了 然後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把它重建出來 它的這個三圍的形狀 那這種是環霧 好 那另外還有其他一些應用 比如說 所謂的 High Dynamic Range的 高動態範圍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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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的這個影像 那個R 比如說你的曝光時間 那個R 比如說 我們先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我們如果把窗戶打開 對不對 然後外面的那個R 有太陽光 那所以呢 外面的太陽光 跟裡面的這個的話呢 它的動態範圍 可能差非常多 比如說可能差到那個 10萬倍之類的 那像這一類的 換句話說 你如果是戶外的 看得清楚的時候 裡面的話呢 就全黑掉了 那你如果裡面看得清楚的話 戶外就全白掉了 那有一個方法就是 希望能夠看得到 裡面看得清楚 外面也看得清楚 這就是所謂的 高動態範圍的影像 高動態範圍的影像 高動態範圍的影像就是說 你把曝光時間 調得很短 那曝光時間調得很短的話呢 出來照片會比較黑 那你曝光時間呢 把那個R 再加長一倍 那就比較亮一點 再加長一倍 就會更亮 那你從這三張 照片 你比如說 亮的這邊 它的這個暗的細節 你把它抓下來 暗的這邊 它的亮的細節 把它抓下來 合成出來 一張 裡面也看得清楚 外面也看得清楚的 這種影像 就是所謂的 高動態範圍的影像 這也是我們電腦視覺 要做的事情 那另外的話呢 大家在那個 電視上有一些廣告 那一些廣告的話呢 有所謂的這個Morphin 變臉 那變臉的話呢 就是說 原來是一個女人的臉 最後的話呢 他廣告的時候呢 希望變成一個花爆的臉 那你現在的話呢 就必須要把一些重要的 所謂的Landmark 一些所謂的這個 地標 把它對起來 比如說 你眼睛的這個外面這邊 然後呢 那個右眼的這個外面這邊 然後左眼的裡面 左眼的外面 然後呢 另外的話呢 鼻子 鼻尖 然後呢 嘴巴的這個嘴角 然後呢 這邊的嘴角 那兩邊把它對好 對好了以後呢 你就可以做一些 那個RR轉換 然後呢 從產生中間的一些 那個R影像 那你就漸漸的 可以把它從一個女人的臉 變成一個花道的臉 那這個的話 就是所謂的Morphin 那個RR變臉 那其他的 手機上面的 各式各樣的一些應用 比如說啦 TikTok 那個TikTok 其實是那個 台語 來我考慮一下好了 那個 炎儒 TikTok的台語 事實上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大陸的一個軟體 對不對 TikTok 台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就是叫做Cheater 事實上 當初他們那個 命名的時候 就是那個 用Cheater 所以 他的話呢 比說啦 很多App上面的一些 各式各樣的應用的軟體 那可以在你臉上 幫你加花貓的那個鼻尖 有沒有 然後加花貓的那個 無須 或者是幫你加帽子 或者是眼睛上面那個眉毛 做一些特效 各式各樣的這些 人的變 那個 變臉的一些特效 通通可以用 好 那我們就講一下 什麼叫電腦視覺 那我們先講一下好了 就是說 到底是人的視覺 像左邊這邊人的視覺 或者是電腦視覺呢 會比較厲害 事實上呢 各有各的一些優缺點 那電腦視覺的話呢 我們先講電腦視覺 我們先講人的視覺好了 人的視覺的話呢 你在各式各樣的 比較複雜的背景 然後呢 比較那個多彩多姿 各式各樣的這個意外的狀況 例外的狀況很多的時候 這種的視覺的話呢 人的眼睛是比較合適的 反過來來講 電腦視覺的話呢 你用相機 然後用電腦來處理的一些事情 往往如果說 是非常簡單 然後呢 那個非常 仇富性的 然後呢 非常簡單的這種任務 那電腦會做的比較好 因為他電腦他不會累 我們人的眼睛的話呢 比如說你昨天晚上沒睡好的話 或者是昨天晚上跟你朋友吵架 那你可能精神就會很差 所以這樣的話 你那個R 在看一些瑕疵 可能就會漏掉 那像這些 那個電腦視覺 跟那個R 機器視覺 其實現在各有各的一些優缺點 好 那這個的話呢 是看一下我們人的 那個R 人 你看到這個 就知道說 哎呀糟糕 有那個災禍發生了 他這個是火車站 那他的火車 是師匠月台 是在那個二樓的 那結果呢 他可能 那個沒有來得及停下來 所以他衝出來 然後呢 掉在這個R一樓這邊的這個 平地上面 那我們人一看 就可以變得出來 這是火車頭 然後呢 這是建築物 火車站 然後呢 那個R現在有災禍發生了 那我們希望電腦 也能夠看到這樣一張影像 然後呢 知道說 哎呀這個有困難 我們人看到了 大概就會趕快打 那個119的電話 要叫那個消防車 或者救護車 來那個 也許需要滅火 或者是救人 我們希望電腦 看到這樣的影像 也能夠主動的 打電話給那個119 然後呢 叫他們說 有災禍發生了 可能需要拍 那個消防車來滅火 或者是救護車來救人 那像這個 我們希望呢 那個 電腦都 人腦能做的事情 我們希望電腦都可以做 好 另外的話呢 我們再講這一張 這個總統可能對你們來講 已經有一點點老 有一點點陌生了 這是美國的Bill Clinton 他的這個 影像 但是事實上 這個是他的副總統 叫做elgo 那elgo的臉 其實跟他是不大一樣的 但是呢 事實上他直接把 Bill Clinton的臉 拉到這邊過來 你可能不見得 能夠偵測的出來 所以呢 現在的話呢 這方面 所謂的fake 我們有所謂的一個 叫做deepfake 就是深度的偽造 deepfake 那深度偽造的話呢 其實蠻有名的 在網路上面 可以流傳的 大家可能有看到的 就是那個 像那個奧巴馬 他講的一段 那個 video 那事實上呢 那個 奧巴馬 並沒有講那一段 video 事實上他只是把他做訓練 然後呢 把他的那個臉 整個換成奧巴馬 那像這些 現在deepfake的技術 還蠻厲害的 那個 幾乎很 真假難辨 很難分辨出來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好 這個的話呢 是我們眼睛的一個視覺 或者是說我們的一個幻覺 你會覺得好像 你仔細看他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這個蛇 好像有點在 順時針旋轉 還是逆時針旋轉 這個 事實上跟我們眼睛的 所謂的 sacetic 的那個 motion 就是眼睛他有一個 類似一個 抽動的一個現象 那 肌肉的一個 伸縮的一個 抽動的現象有關係 所以呢 這是人的一個 錯覺 好 那我們現在要了解一下 各式各樣的這些 目前能夠做的事情 比如說 我去年的 大月 那 美國的那個 微轉 它 剛放出 它新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 Microsoft Flight Simulator 飛行模擬器 那它飛行模擬器的話 我非常喜歡 那 它那個 以前的話 它的那些場景 都是假的 那現在的話 它用BIN 就是微軟的那個 類似我們的Google Map 衛星的那個影像 BIN 它上面的那個影像 實際上是真正的 從衛星上面 那個拍下來的影像 那當然 因為衛星的距離如此的圓 所以你地面上的這些 建築物的話 的高度 換句話說 它的厚度 那個可能沒辦法忠實的呈現出來 但是呢 我們另外還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說三圍的那個 電子 電子地圖 那它就會告訴你 它的這個高度在哪裡 然後呢 旁邊的這個建築物 像Google Map 那個Google Street 就是Google的那個街景那些 它有很多車子嘛 那所以呢 它的這個 建築物的高度 其實粗略的高度 其實是可以抓得到的 所以呢 它就把它做一些重建 那有些東西呢 重建的蠻好的 蠻精緻的 大家如果有機會呢 Fly Streamator 2020 然後它的那個 比如說我們台北的話呢 就是那個 中中紀念堂 然後現在叫自有廣場 那還有那個 就是 圓山飯店 那還有那個 故宮博物院 那它做出來的那個 蠻精細的 那另外的話呢 它的高速公路呢 其實那些結構做的也還蠻精細的 比如說我們從五谷那邊 上到那個 林口那邊 那它的話呢 有地面一層嘛 那另外的話呢 上面的話就是 那個高架那邊的話其實有兩層 因為它那個 兩邊 那個 南下的話呢 是在中間那一 等一下我再想一下 對 南下的是在中間那一層 北上的是在最上面那一層 所以等於有三層 就是高架的 北上尾最高 高架的南下尾中間 然後呢 還有地面一層 那它這樣子的結構 都有整個重現出來 所以它已經做到蠻細的程度了 那像這個的話呢 就是一些那個 剛剛講的建築物 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拍它嘛 拍它以後呢 三圍的重建出來 所以像這些的話呢 就不需要 然後 要去跟那個建築師 要它原始的這個 設計圖 其實你可能也要不到 所以呢 就是從三圍的這種 影像 然後把它重建出來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些是所謂的Photosynthesis 就是那個 拍照片 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的這個 有些 比較近的距離 比較遠的距離 你就有點類似 那個 飛機飛行進來 然後呢 可以看得到不同層次的這個 比較遠的東西 然後背後的東西 背後比較近的東西 所以呢 你可以不同的層次 不同的角度 這樣子來看 看到 就好像進到你的照片裡面 然後做一個旅遊 好 那這個的話就是剛剛所看到的 那個光學的文字識別 0123456 那它的話呢 那個 這個是一個很古典的一個問題 那不只是這種手寫的有力區號 那像汽車的車牌 那像這些的話呢 都可以用 那我們的話呢 有更博祥的 那個科技有在合作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是所謂的臉的那個偵測 臉的偵測的話呢 現在的相機 現在幾乎很少的有在用獨立的相機了 不過幾乎所有的獨立相機 那個啊 不是我們手機的這種相機嘛 獨立的這種所謂的SLR Single Lens Reflex 就是所謂的單反相機 那它的話呢 幾乎都有這個功能 叫做所謂的smile shutter smile shutter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所謂的微笑快門 你一般來講的話呢 你那個照片 大家弄好了 你要按一下 他才把它拍下來 這是一種 用手動 你手 那那個smile shutter 微笑快門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需要去按它 當你偵測到人 在笑的時候 他就自動會幫你拍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們就宣稱所謂的 他從來不會 那個露濕掉你的快樂的時光 因為你只要笑的時候 他就會拍 不過我們做了一些測試以後發現 這個微笑快門 應該有一點點 類似所謂的 露牙齒快門 你只要把牙齒露出來 他大概就認本你在微笑了 OK 所以呢 這個是smile shutter 好 我們再放個下畫好了 OK 我們在超級市場裡面 那比如說 你買了一箱的 這個 就是 那個 啤酒 那這個 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名字 有點敏感 我不曉得有沒有影響 這是 墨西哥蠻有名的一個 Corona的那個 就是黃冠的這個啤酒 那我不曉得有沒有影響到現在的COVID-19 就是那個 就是 新冠肺炎 我不曉得有沒有影響到他的這個銷售量 那這個啤酒這個東西 滿重的 那你如果說 那你如果說買了這一箱啤酒 你在這個櫃檯這邊要附上的時候 你還得把它搬上去櫃檯 然後再把它搬回來 那這個 可能 那個 對於有的女孩子 比較瘦小的女孩子的話 這個可能滿重的 那 所以呢 像這些 我們希望 就是說 你能夠直接用掃描的方式 就是下面這邊 它有這個掃描的條碼 那或者是說 用所謂的e-tag 就是 那個所謂的RFID Radio Frequency的那個 identification 就是 那個 無線的 那個 射頻的 這種的 標籤 視別碼 然後呢 直接整個箱子 整個推車 直接過去就好了 就不需要一樣一樣東西拿出來 然後一樣一樣的 嗶嗶嗶嗶 這樣過去 那我們希望 那個 也能夠用 那個 肉圓的方式 那 工研運 它有做一個類似的一個應用 它請那個 我們系上的那個 張志欣老師 那很多麵包店 它有不同的麵包 那這個麵包的話 裡面有什麼 菠蘿麵包 那有的的話 可能有加 那個 就是 那個 鳳梨片 有的可能沒有加 只有它的那個味道 就類似我們所謂的 一般的 牛肉麵好了 牛肉麵 有的話呢 是有肉的 有的是湯麵 就沒有肉的 像這些 不同的麵包 裡面有的可能有餡 裡面可能沒有餡 裡面的餡 有些的話 可能是紅豆 有些可能是芝麻 有些可能是花生之類的 那像這些 它的那個 就是這樣 希望啦 就是說我們相機直接拍 直接刷過去就好了 不需要那個電源 每一個都 因為你包裝一大堆 那個每一個 通通要把它 用塑膠袋包起來 然後才能夠貼 那個價錢的標籤 然後才能貼條碼 然後才能掃描 那這樣的話呢 一方面也浪費人工 另外一方面的話 也是過度包裝 一大堆的塑膠袋 那這樣的話也是浪費掉 對環境也造成污染 所以我們希望用相機 直接拍 拍說這個刷過去 這個到底是菠蘿麵包 然後呢 還有那個鳳梨片的 還是沒有鳳梨片的 然後價格可能 有鳳梨片的話 可能一個的話 要到四十塊 沒有鳳梨片 可能三十塊 另外的話呢 像其他的這種 有紅豆餡的 也許價格是二十五塊 然後那個花生餡的 可能二十塊 然後那個脂肪可能三十塊 類似這些的 我們希望藉由顏色 形狀 直接就能夠把它掃描出去 那這也是我們電腦市局的一個應用 好 那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例子 那個 這是那個國家地理頻道 那它的話呢 實際上是國家地理雜誌 1985年的這個封面 那1985年這個的話呢 是阿富汗的一個女孩子 那個時候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年紀啦 大概比如說 可能十八九歲吧 那 所以呢 那個時候他就講 那個記者就訪問他 然後他的這個 逃難的歷史 他到底從哪裡 那個 離開家裡 然後呢 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也許 那個時候可能是 那個 俄國的軍隊 然後後來的話呢 美國911以後 變成美國的軍隊 然後呢 又過了 你看 1985 那可能啦 比如說兩三年前 那 2018年的時候 我們直接用2015好了 2015 的時候 已經30年了嘛 那他們想要知道說 這個 這個女生啊 後來 就是訪問了之後 這30年發生了哪些事情 因為整個阿富汗 也是有很多的這個動亂 塔利班這些的 他們的這些 那所以呢 記者想要再去訪問他 那 可是他 那個 名字 也不可靠啊 每個人不同的 可能不同的人 有相同的名字啊 那 他們也沒有身分證這些的 也沒有指紋這些東西的 所以怎麼來辨認這個人呢 其實就是用所謂的這個 紅魔辨識 紅魔 每個人的紅魔 事實上是比我們的指紋 還unique的 還唯一的 所以 紅魔是一個非常好的 辨識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們一般的人 可能覺得 指紋都已經很不願意按指紋了 你更不要說 讓我來那個拍紅魔 所以呢 到目前紅魔的這個辨識的應用 還不是很多 不過以這個例子來講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你看 他30年之後 他的這個阿阿長這個樣子 那到底是他還是不是他 那當然 有一些比較粗淺的方式是這樣子嘛 你量這個眼睛的外角 然後呢 這個鼻子 然後還有這個嘴唇 之間的這個距離 形成的三角形 然後呢 他的這些 那個T形這些東西的 這個臉的這個比例 顴骨這些 最突出的地方的顴骨 這些 也可以做一部分的辨識 但是這個 這種的辨識 他的這個 錯誤率很高 可能 那個 十個 十個裡面就有一個會辨識錯 但是呢 這個鴻膜 鴻膜 這個 是可以非常精準的 那個阿阿辨識的 所以呢 他就用舊的這個 然後呢 跟新的這個 兩個來做比對 然後呢 他鴻膜 萃取出一些那個阿阿特徵 然後呢 他就可以來做比對 所以這是這個例子 OK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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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